马斯克又语出惊人 2022哪些赛道游稳稳幸福 这只股火箭点火 前几天 牛眼君看到一个事情 电影《你好》 李焕英女主角张小斐获得金鸡奖最佳女主角 她发表感言时表示 我一度以为我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了 现实证明 一定要牢牢抓住梦想不要放弃 新的一年来了 今年你在股市里的小目标是什么呢 炒股看似简单的一买一卖 背后实在复杂万分 和当明星一样 要有一番收获还是比较困难的 有的炒了十多年也没啥大的改变 面对多次的亏损 一个念头经常出现在脑海中 还能坚持炒股吗 不如退出股市吧 昨天 看了一下 很多机构在吹新能源车 此前 牛眼君看到有高手说道 一般来说 当年最热的赛道 下一年机会可能不大 新能源车赛道会不会重演2021年 春节后抱团股那样的走势呢 值得考虑 2021年 坤坤等大佬们业绩不佳 有高手认为 这源于此前抱团股涨得过猛了 所以 大家还是要冷静地思考一下 个股背后的估值高低问题 不要贸然地去追涨高位股 现在咱们进入主题 牛眼君看到一些观点认为 2022年全球经济不确定增加 而在前段时间的高层会议上 提出很多个吻字 因此 有高手认为 2022年上半年会有稳经济的措施 股市表现上半年优于下半年 因为下半年的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 产业链 除了氢燃料电池车之外 还包括加氢站建设 电解制氢 前几天 媒体报道 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 在一份监管申报文件中披露信息称 这家火箭公司已经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 筹集了3.374亿美元资金 该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1000亿美元 SpaceX 提到了液体火箭发动机这个事情 2021年12月31日 公司发布了一份公告 其股权结构图是这样的 此外 火箭方面的公司还有中天火箭 券商研报显示 中天火箭是国内领先的小型固体火箭 即延伸产品生产商 W6R系列增与防保火箭产品常年市场占有率 行业第一 拥有的国内首款20千克级别以下的小型制导火箭 成功填补了我国在轻型制导火箭领域的空白